你先把手洗干净再吃东西 你先坐电梯到八楼 出了电梯再往左拐 我先去银行取钱 然后去商店买东西 到了医院你先挂号 然后去看病 今天我们先学生词 然后学课文 最后再做练习 最后他获得了冠军 群鸟学艺 听说凤凰很会搭窝 鸟儿们都到他那儿去学习 凤凰说 学搭窝要有耐心 话还没说完 猫头鹰响 凤凰只是长得漂亮 不一定有真本领 猫头鹰飞走了 凤凰接着说 要搭窝 先要选好树 老鹰想 这太容易了 我会了 老鹰也飞走了 凤凤凰 凤凰又接着说 再把树枝搭起来 刚说到这里 乌鸦想 我也会搭树枝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 凤凤凰 凤凰 凤凰继续说 凤凤凰 再把泥垒起来 然后在窝里铺些草 这样的窝会很舒服 现在只有小燕子搭的窝 又舒服又结实 学艺 艺 艺 艺术 才艺 文艺 他决定上山学艺 学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电梯 梯 拖衣梯 楼梯 梯子 阶梯 电梯坏了 我们只好走上去 我们坐电梯上去吧 然后 放学后 我先去商店买东西 然后再回家 他说了几句话 然后就离开了 挂号 到医院看病 要先挂号 请问在哪儿挂号 看病 昨天爸爸带我去看病了 你赶紧去看病吧 这边的工作我来做 获得 获 和我获 获奖 获得 获胜 收获 这次演讲比赛 他获得了第一名 没有获得奖学金 他有点失望 凤凰 凤 凤凤 凤凤 凤凰 凤冠 龙凤 黄 凤凤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 在中国 凤凤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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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停地看表 看起来很没有耐心 他是个很有耐心的学生 猫头鹰 鹰 鹰 凤凤的 凤凰 都有生对 إن мог 尖вол 尖voc 岳凤凤凰 猫头鹰是夜间活动的鸟 树林里有很多猫头鹰 老鹰 天空中飞过一只老鹰 老鹰展开翅膀飞走了 乌岩 岩 一岸岩 防岩 冒岩 小燕子在屋檐下搭了一个窝 下雨了 水从屋檐上滴了下来 怕 妹妹很怕打针 不用怕 这里很安全 麻雀 马 摸啊 马 麻烦 麻木 麻花 麻雀 雀 七月雀 麻雀 雀月 麻雀 麻雀在树枝上叫个不停 一群麻雀飞到了田地里 泥 泥 那一泥 泥土 泥人 水泥 泥 他把鞋上的泥擦掉了 弟弟手里拿了一个泥娃娃 铺 铺 泼屋 铺 铺设 铺床 铺路 铺 铺 铺床 铺 铺 铁铺 桌子上铺着一块新桌布 爸爸在院子里铺了一层砖 铺铭石 结,结实,结,结伴。 这根绳子很结实,不容易断。 工人们把楼盖得很结实。 听说中国有一种特别美丽的鸟,名字叫凤凰。 是啊,你看,这儿有一幅画。 这是凤凰吗? 是啊。 动物园里有凤凰吗? 没有,凤凰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鸟,它是白鸟之王。 看,它的尾巴像孔雀的尾巴,爪子像老鹰的爪子。 对呀,你看,它的嘴像鸡的嘴,它的头多像仙鹤呀。 它的羽毛多美丽呀,咱们画一只凤凰,好不好? 好啊,我先画凤凰的头,再画凤凰的脖子。 我再画翅膀,我再画翅膀和尾巴,然后画爪子。 这只凤凰挺漂亮的。 姐姐,咱们去动物园看鸟吧。 好,咱们先去看孔雀,再去看老鹰,然后去看仙鹤。 回来以后,咱们再画一只更美丽的凤凰。 凤凰 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白鸟之王。 我们在美术作品中见到的凤凰,羽毛鲜艳美丽,集中了多种鸟类的特点。 红艳的头,鸳鸯的翅膀, 智鸟的尾巴, 孔雀的铃子, 鸡的关, 嘴和爪。 在中国的文化中, 凤凰是品格高尚, 举止优美, 本领极大的神鸟, 常用来代表富贵吉祥。 因此, 凤凰和龙又成为中国古代皇家的代表。 龙代表皇帝, 凤代表皇后。 在民间, 龙凤城祥是婚姻幸福的象征。